澎湖医疗迈入新纪元 中华民国关怀心脏病童协会澎湖服务中心正式开幕启用 这是由中华民国关怀心脏病童协会理事长杨锡松 及名誉理事长黄碧桃教授带队 及协会顾问干部在本县特众馆举行了澎湖服务中心的成立大会 现场有卫生局长陈淑娟 议员欧中凯 陈玉仁 医师工会理事长张维仁 等地方各界都到场参与 这也是全国第五个服务中心的设立 将造福澎湖心脏病童以及家属 在本岛已经大概32年了 那这段时间确实我们服务过上万个心脏病童 那我们发现澎湖的区 经过我们热心的志工 就是我们的周老师跟黄经理的引荐县证 那我们拜访县城府的陈区长之后 也领导我们跟陈县长所为拜访 之后他们觉得这个非常好 我觉得这里也非常热情 一起对弱势团体 那这一次刚好我们关怀全国心脏病童的病童 所以今天特别来成立我们这位澎湖的服务中心 来关怀我们全澎湖的一个心脏病童家庭 因为我们本身都是由心脏病童家庭 家长组成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家里都有个心脏病童 所以透过这个叫做将心比心 我们的经验传承给他们 所以我们办了很多的医疗讲座 以及我们一般病童的服役的经验交换 那另外只是病童一般不大敢走出来 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些东力以下的力量 让他们走出国外来 让大家觉得说 我医生的陪同之下 他们很快乐健康的长大 所以我们协会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卫生局长陈淑娟也表示 这是在澎湖成立第一个心脏病友支持团体 以儿童心脏病发生率1% 推估澎湖约有1000人 感谢教授吕洪基创始 以及关怀心脏病童学会的会员们 长期无师无偿的奉献 帮助家庭建立信心 甚至协助病童能够享有如正常般的生活 令人相当感佩 而这也象征澎湖的医疗迈向新纪元 记者联合报道